第六場星期一 西甲賽事 王家蘇斯塔主場對愛斯賓奴 今場球 盤口都轉賣了 讓到半一 超高水利 本來我都看過王蘇 不過 讓球又是贏一半 我不想買主客 之前讓平半 或者半一 這些盤真的很難買 買得下手 不如今場球 反而傾向角球大勢 博9.5球大 穩妥一點 有10角 雙位中角大 選擇角球大 其實很簡單 我都是參考兩隊球 其實近跡 大家都有勝有和有負 不是十分厲害 不過我看到一個特點 本來是王蘇主場 主場對一些中游球隊 經常開到角大的 而事實上自己做到角球 都不少 當然 愛斯賓奴也有 你看到 其實來講 都開角大的機率都幾多 不過如果讓愛斯賓奴 先贏一球 角球就小了 都不是第一次的 這些當然是每隊球隊 打法的特點 不過今場球 我覺得中游對決 大家排名上不是差很遠 主場的王蘇很久沒有贏過 我相信 都戰意上應該都挺高 所以以去近將的 踢法和看到角球數字 相對都不少 所以今場球 我都是決定 中多彩馳 不如選角大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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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可能會更好 比上本 贏半格 或者入球大小 那些 今場球決定選角球大小 9.5中位數 1.7倍 四關來說 可以4出5的玩法 保障些 如果中得完也不錯 玩法上就是這樣 金額回報給大家參考 合不合心水 值不值得跟進 各下可以自己判斷 我個人來說 都會玩這四關 希望可以好運 中得完 多謝大家支持 今日全部幫我推介 希望大家可以好運